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六个字母它们都是单育母 单育母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口型不变 读得长而响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新的学习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图 同学们看图上有谁呀 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周末有的小朋友和爸爸在郊外爬山 还有的小朋友在玩摸人的游戏呢 那让我们再来仔细地看看图 小朋友和爸爸一边做什么 一边爬山呢 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挤着个小收音机 他和爸爸边听广播边爬山呢 那么再来看看这两个小朋友在怎样玩摸人的游戏呢 来我们听这位同学说说吧 女孩子躲在小山洞里 男孩子蒙着眼睛用手摸呢 这位同学看图看得可真仔细呀 那么我们来看 这四个字母朋友是我们这节课要认识的新朋友 他们也很喜欢在郊外玩 现在呀 他们也藏在这幅图里 让我们一起去找找他们吧 那好 首先我们请出第一位朋友 看 这位朋友 他长得很像小朋友拿在手里听广播用的收音机 他的读音也和广播的波很像 只是要把这个音读得轻短 来 这个字母的读音先来听老师读一读 波 波 我们一起来读 波 波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字母的样子 同学们想一想 你觉得这个字母长得像什么呢 老师想 同学们聪明的小脑袋里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那么老师想到了 他长得很像左手竖起大拇指 做出的真棒的手势 那么好 来看老师 伸出你的左手 也做一个真棒的手势 跟王老师一起来说一个小口诀吧 左手真棒 波 波 波 怎么样 有了这个小口诀 你记住他的样子了吗 让我们再来读读吧 波 波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字母朋友吧 他藏在小朋友穿的衣服上了 他的读音呀 和爬山坡的坡很像 也是要把这个坡的音读的轻一些 短一些 来 跟老师一起读 坡 坡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 与我们刚才读坡相比 我们的小嘴唇要更用点力 再来读一读 坡 坡 来我们请一位同学读给大家听听 坡 坡 我们听这位同学读得准确 而且他做到了读的轻 短 这位同学读得准确 现在我们再来看 在这四位朋友中 他最贪玩了 快找找 他藏在哪里了 啊 原来在这儿呢 他变成了一个有两个出口的小山洞 小朋友正在这里玩摸人的游戏呢 那么他的读音呢 和摸人的摸很像 也是要把这个音读到轻短 先听王老师读一读 摸 摸 我们一起读 摸 摸 来 再请一位同学读给大家听 摸 摸 这位同学读得准确 也做到了读得又轻又短 真不错 我们来看最后这位朋友吧 哎呀 他藏的地方可真隐蔽呀 我们能找到吗 原来他藏在这里了 他变成了一只拐杖 帮助爸爸爬山呢 他在做好事情呢 那么这个字母我们怎么读呢 先听王老师读一读 摸 摸 注意读得轻 短 再来读 摸 摸 来 我们听这位同学读得怎样吧 摸 摸 这位同学读得很准确 同学们 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认识了这四个新的字母朋友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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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他们的名字时 我们要注意读得怎样 是的 读得轻 短 老师要告诉大家 这四位朋友 他们来自拼音王国的生母家族 他们都是生母 在读生母的时候 我们都要注意 把他们读得又轻又短 好的 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会读了 那接下来 王老师就请他们一个一个的出来和我们见面 你见到了谁就读出他的名字来 好吗 我们开始吧 这是拼 它是泼 这个呢摸 它是缝 那下面王老师请他们 不按照顺序出场了 我们还能读出来吗 准备吧 这是拼 这是摸 拼 最后一位是拼 怎么样 大家读对了吗 同学们 这四个生母我们认识了 会读了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看看 怎样书写他们 我们一起来写印写 写写字母 有三看 一看 有几笔 二看 住哪里 三看 每一笔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字母 拼 它 有几笔呢 笔顺跟随 告诉我们 拼 是两笔写成的 第一笔是数 第二笔是右半圆 再看看 这个字母住哪里呢 拼 住在上格和中格 接下来我们来三看每一笔 先看王老师写一下 看好每一笔是怎样书写的吧 在上格起笔 写一笔直直的数 写到第三条线收笔 在第二条线下一点挨着数 起笔写一个充满中格的右半圆 好 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自己在书上的拼音格里描一个 再写一个 写字的时候注意做到三个一 接下来我们来学写 拼 先看有几笔呢 拼也是两笔写成的 第一笔是数 第二笔是右半圆 看好拼住哪里 它住在中格和下格 它的每一笔是怎样写的呢 从第二条线起笔 写一笔直直的数到下格中间的位置收笔 第二笔也是在中格中写一笔圆圆的右半圆 来 请同学们自己来描一个再写一个吧 还是要注意做到三个音呀 写好了拼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字母吧 我们看到拼它住在上格和中格 他把手举得高高的 拼它住在中格和下格 它是腿站得稳稳的 那么同学们看 组成这两个字母的笔画名称一样 但是笔画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所占的位置不同 就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字母呢 那我们再把它们读读吧 拼 拼 接下来我们学写摸 请同学们自己完成前两看 摸是三笔写成的 它住在中格 来 看老师的书写过程 看好每一笔 在第二条线上起笔 写一笔数到第三条线收笔 第二条线下挨着数起笔写 左弯数 写到第三条线收笔 第三笔写一个同样的左弯数 因为摸有两个门 所以每个门都写得瘦一点 这样写出来的摸才好看呢 来同学们自己练习着写一写吧 最后我们来学写缝 还是要请同学们来自己完成前两看 缝是两笔写成的 它住在上格和中格 来看看老师写每一笔 上格起笔写右弯数 弯起来的部分不碰第一条线 写到第三条线收笔 在第二条线下一点写短横 看好之后 同学们自己来练习写缝 注意摆好三个一的姿势 再来练习写写吧 同学们 在这节课里 我们又认识了四位新朋友 他们都是生母 读他们的名字时 要读到轻短 我们再来读一读吧 拨 拨 摸 拨 我们不光会读他们 我们还学习了怎样正确的书写呢 那好 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再见